画展 台湾东北角的日出 经过陶板画家范正经大势之手 色彩堆叠相当兵分 还有杨桑罗老师跟李智桑老师的油彩画 利用不同颜料画出在地人熟悉的街景 我们的主题是无尽 可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好像我们的整个发展的空间无穷无尽 但是实际上无尽另外还有一层含义 在日本殖民时期 我们的前身叫做台湾无尽诸诗会社 营养业者将总行营业厅重新规划 结合艺文空间 携手大稻城国际艺术节跟画廊举办画展 呈现出历史跟现代的独特风华 在地的大稻城的艺术家的作品 还有跟大稻城有渊源 甚至于外国人的坏家的作品 曾经也在大稻城留下足迹 希望能够把艺术推广到民间 能够让更多人能够在或许来银行这边 洽商的时候能够跟艺术不期而遇 民众在洽工之运也能受艺术熏陶 就连老外也看得相当着迷 银行业者除了金融专业 还以行动立体新创及文创 让办公室瞬间成为艺术交流平台 今天新闻谷歌收听力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